施伯拓介 一个令人拗口的名字 而它就是启亚最新的A死优维 英文Sportage的直接音译 或许相比施伯拓介的称呼 Sportage能更让人熟悉一点吧 确实 作为城市A死优维的开拓者 Sportage全球畅销近30年 累计销量更是超过了660万辆 并且从第二代车型开始 就在中国生产销售 虽然每一代车型都会换个中文名称 但是其身上的品质感一直都未消失 第五代Sportage施伯拓介也一是如此 近日笔者就是驾到了这款新车 那么它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有人说 当听到施伯拓介的命名时 新车就注定败了一半 确实从口碑的传承来说 施跑似乎会更有竞争力一点 但这一次新车 想要直接摆脱中国特供的影子 因此在命名上 也不得不跟上全球车型的脚步 所以这才是施伯拓介迎难而上的原因 当然了 一个名字也无所谓了 毕竟优秀的产品力才是王道 可以说在外观设计上 韩系车一向都没怎么输过 都是紧跟汽车发展的潮流 施伯拓介自然也不例外了 作为一款全球化车型 新车整体是基于海外版的 高配XLINE版本开发而来 相比上一代车型 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旋标示的日行灯 富有立体感的中网 层次感分明的前包围 都呈现出更具力量感和运动感的前脸设计 除此之外 虎啸式进气格栅 用一条不规则的装饰条分开 内部加入了不规则的多边形点缀 并进行了黑化处理 这不正是年轻人喜欢的风格吗 与此同时 车身侧面的设计也在向运动化靠了 车顶行李架以及外后视镜 都采用了熏黑处理 而分段式腰线搭配向上凸起的侧裙装饰 也给人一种叙事待发的视觉体验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长 宽 高分别为4670 1865 1680 轴距为2755毫米 整个车身尺寸相比起YAKX5更占优势 可以为师伯唾介带来更好的内部空间 至于车尾的设计上 它相比车头并没有那么激进 不规则尾灯与肌肉曲面 很好融合在一起 能给人很和谐的感觉 再搭配一个小型的车顶扰流板 视觉效果非常不错